各位 今集維勞事證節目 我們請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跟我們維勞談談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維勞事證節目 今集我們請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局長跟我們維勞談談 鄧Sir 你好 你好 莫仔 局長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民安隊的總部 其實民安隊都是保安局下一個政府部門 過往肩負了很重要的角色 你也知道民安隊成立七十週年 其實民安隊香港的職責和人手編制是怎樣的 鄧Sir 今天就趁民安隊七十週年 希望讓市民多點理解民安隊是怎樣的 正如你所說 民安隊是保安局下 六個紀律部隊以外的兩個輔助部隊的其中之一 另一個就是醫療輔助隊 其實民安隊最主要成立的目的 就是為政府在一些緊急情況下提供這些顏外人手 他們日常的工作會在一些大型活動中幫忙 另外他們有一個很專門的攀山拯救隊 如果行山人士遇到困難他們會幫忙 當然 另外在天災任何的時間 他們也是擔當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水災 被水災圍困的居民撤退等等這些工作 其實我們民安隊現在全職的人員 大約是超過一百個 另外我們民安隊隊員大約三千六百人 除了民安隊我們另外有一個四千人的少年團 這個少年團最主要是透過一些學校或團體 去招募一些有志服務社會的年輕人 希望透過一些訓練 以及透過一些正向的價值觀的教育 令他們服務社會可以發揮才能 其實很多人加入我們民安隊 都希望日後有機會加入攀山拯救隊 因為他們是出名的 簡單來說 例如去年2021年 大約是進行了七十多個攀山拯救的行動 很多時候都是牽涉一些遠山的人士 可能是去了一些危險的位置 不上不落或者去到受傷 由我們攀山拯救隊的同事作出救護 年齡的朋友可以考慮加入我們的少年團 另外其他有志服務的人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民安隊 鄧Sir 我知道民安隊過往在我們防疫工作上 都貢獻了很多 我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各位防疫工作做了些甚麼 以及民安隊過往的重要環節中 都堅負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從上次的SARS到今次的新冠肺炎 民安隊都是負責管理一些檢疫隔離營 亦都是負責一些檢疫酒店的管理工作 包括一些物資供應 確保隔離營運作暢順 另外亦都是在七十年代開始 一些越南難民營都是由民安隊管理的 另外一些特別的事件 例如2004年南亞海嘯 民安隊都派了員去泰國協助香港居民 另外在2018年刪足的時間 都派員幫忙清理一些大型堵路的情況 局長 我知道1987年 加入香港警隊為建習督察 經過多年的努力 亦都成為香港警隊的一哥 年半之後更加成為我們保安局局長 在這麼多年的警政工作上 其實你有什麼難忘經驗 或者體會可以跟我們的朋友分享一下 我想最難忘當然是19年開始的黑暴 當時我們警隊面對一個 前所未有的這麼大的挑戰 包括暴亂暴徒的情況 即是周街盯汽油彈 盯磚 衝擊立法會 相信類似的情況可能在60年代的暴動出現過 接著到現在 即是在這一代的警務人員 都未面對過這樣的挑戰 當然除了這些暴力事件之外 亦都是對我們警隊的一些污衊和攻擊 包括起底 甚至是攻擊我們同事的宿舍 這些人像都很深刻 局長我知道你這麼多年的警政工作中 我相信總是有些開心 亦都有點難忘 不如跟我們分享有什麼開心事 能夠令到你 既到現在都覺得 一想起就很想笑 我想開心事都不少 雖然19年面對的挑戰很大 未必一定是很大件事 可能就是 我初級的時候做幫班的時候 幫一個很焦急的母親 幫她找回失散的很小的女兒 這些已經是很大的滿足感 雖然看似是很小的一件事 局長你擔任了保安局局長 都上任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下 其實她跟警隊的工作 警隊一哥的工作 其實分別又會在哪裡 我想分別都幾大 在警隊的時間 主力處理一些行動性的事件比較多 可能是破一些案 抓一些的賊 或者就了一些行動 做出一些部署 那個滿足感比較容易很快看到 就是抓到一個人 行動暢順 但做了保安局之後 我想我主要都是做一些政策 或者立法的工作 亦都是一些政治工作 這些效果未必即時見到 可能你立一條法例要幾年時間 但是當你立了一條法例 其實不單止是協助破一件案 可能是破很多案 那個重要性相對比較大 亦都是對社會的影響都比較大 是 這個亦都體現到 就是保安局的工作 和香港警隊都是密不可分的 局長我亦都了解到 其實自從港區國安法立了之後 其實保安局核下了很多不同的紀律部隊 包括警務處 香港海關 入境處 還有懲教處 還有消防處 還有政府飛行服務隊 其實我們要落實香港港區國安法各項的工作上 其實都是需要透過保安局去做統籌和協調 在這方面的部署和安排上 你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因為我自己以前都是紀律部隊的成員 都很慶幸 其實現在我們的六支紀律部隊 都是非常優秀的 他們的處長領導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的擔憂是很少的 因為他們做得很好 還有剛才我都說過 我都是紀律部隊出身 同意這些首長 其實都是有一個很深厚的情誼 大家初級的時間已經工作認識 所以大家都是很有默契 另外就是就算沒有國安法之前 就住一些刑事案件 我們都很多協作 例如和海關在打擊走私方面 和催入境和打擊人蛇方面 去到港法 亦都是合作暢順 各司其職 包括海關最主要是負責 堵截一些非法物品後進來 出入境 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人會拒絕他進來 另外懲教署 在裡面的情報也非常重要 會有人利用懲教院所 進行一些計劃 或者煽惑一些人去做一些事 當然了 消防署在我們防止一些危險物品 亦都很大作用 而非人服務隊更加為我們 全天內提供行動支援 是的 沒錯 局長 其實我們香港的紀律部隊 都是堅定不移地維護我們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的利益 我相信在工作上 剛才你所提到 很多方面都是很暢順 很配合 統籌起來都是非常之好 但總觀會一件事 可能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的困難和挑戰 你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在這個位置上 有否一些事情是我們控制困難 而是讓你很深刻地去克服和處理 我想你先說是在紀律部隊合作方面 最大的挑戰就是在黑暴期間 我們紀律部隊非常合作地 一起做了一個特務警察協助警隊 但當然有些是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就在挑撥離間 在網上扮成員 為何警察要幫他 自己去搞就可以了 令到我們有危險 很多人是想挑撥離間 我想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和危機 不過幸好我們部隊之間的信量非常之大 所以這些想挑撥離間的人 都未能得逞 局長你也知道現在香港的情況稍為穩定 幸好我們紀律部隊幫忙 你看到一件事 其實19年6月黑暴示弱期間 其實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感受到連外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都看到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事務 港區國安法立了 我們經常強調 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23條立法 令到國家安全以至乎對香港的穩定 是有進一步的發揮 你對於23條立法你怎樣看 23條立法是必須的 我想除了我們是一個憲制責任 因為基本法或國安法都規定 我們要為23條立法 另外亦有實際的用途 因為雖然我們有一個香港國安法 裡面有四個聚餌 當時處理了最迫切的一些情況 但其實23條有七個聚餌 國安法只包含了兩個聚餌 另外一些包括叛國罪 包括一些國家機密的聚餌 亦包括外國一些政治團體的活動 或者香港的政治團體怎樣跟外國政治團體聯繫 這些法例的立法工作都未包含我們要做 特別是有關於間諜方面 因為在23條立法裏面 偷舍國家機密裏面有提及過有關於間諜 但裏面似乎是不足以處理現在的情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好現在23條立法 令到我們國家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局長其實是擔任警務署署長的期間 其實都是正正19年黑暴示弱的期間 在那段期間你會見到很多人 很多有心人或者有意的人 就故意抹黑警隊 甚至乎對警隊做出一些起底 當時警隊上下對這些事情都非常緊張 局長當時作為警務署署長 我們都知道你都是跟同事在一起 好像兄弟般般捱過這個困難 其實在總結你當時的做法的時候 其實你有甚麼體會或者你當時用甚麼方法 去打擊造謠者呢 首先你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當勢那麼久都未面對過一些抹黑工作 但我們後來理解到這些不是偶然性 而是一個顏色革命的必然手段 當我們明白了就相對容易處理了 首先第一件我要告訴同事為何這些事 因為我們做得好 因為他們懼怕我們捍衛香港 所以要透過造謠抹黑來打擊我們的誠信 這個不是我們錯 當同事明白到不是我們做錯事 而是顏色革命的手段 同事的感覺就好很多了 另外我們當然要跟社會解釋 那麼多這些就是抹黑來的 因為在19年行動初期 主力工作集中在應對暴力事件 相對解說工作沒有那麼清楚 變得有空間讓人將一些不對的東西滾大 例如說831在地鐵站殺了很多人 新屋嶺姓侵 周海浮屍都是警察殺 後來我們也將其中一個工作重點 轉為將這些謠言第一時間擊破 盡快將這些謠言在社會上說清楚 甚至我們派了一些專責隊伍 在現場直播警察的行動 過往只有一些媒體直播我們警察行動 而沒有人拍攝暴徒究竟在做甚麼 可能他們拍到我們 用催淚煙 為何又用 但他們不會轉播之前 是不停有暴徒向我們釘起油彈 我們有了一個自己的直播隊 亦都令到市民明白多些我們警方行動 當然我想最後一項最重要 就是我們要教育整體香港市民 讓我們重新理解19年開始的暴力 究竟是甚麼事 不是偶發性的 而是一些想危害國家安全的顏色革命 當市民現在開始逐漸理解到 這是有計劃的外部勢力 去對整體政府和警隊抹黑 這亦對於我們日後執法容易很多 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惡元是假的東西 就是要危害國家安全 就是要抹黑政府和警隊 沒錯 我很深刻印象局長 其實當時你很迅速很快地 透過不同的媒體去做一些更正和澄清 我很深刻地都感覺到 這個工作令香港市民更加加強對警隊的送任 不過說實話局長 你知道現在我們那個起底行為已經變化了 但其實那個起底情況又有些改善 在現階段都偶然有些人去挑戰這個法律 都將一些同事起底 其實就著這個起底刑事法 現在我們已經立法了 我們怎樣能夠完全倒絕 我想首先第一樣 就是這個網絡起底 有一個很卑鄙的不道德行為 就是要為了滅你聲 不想你做一些事情 就用這個起底的方法 但正正這件事顯示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對的 以及對社會有何而是對這些 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一定是威脅 所以我們正正就要繼續做正確的事情 例如我們去執法維護國家安全 因為我執法而起底 我們就覺得就是因為我做的事是對的 當然了 面對這些起底行為 首先第一樣 我剛才你也提過了 我們就在這個私隱條例下 將它這個行為刑事化了 即是可以告你了 以後你做這些行為 你不要以為走得掉 一定是告你的 總之你犯了法 我們必然是有機會找到證據 證明你犯法 我想歸根計頭最重要的 就是要香港市民 都要看清楚這些起底行為 是一些不道德的行為 可能有少部份人覺得 你起底好東西 令到人害怕 但如果當我們社會上 每個人都唾起這些行為 說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不道德 為了達成你自己的私利 就不查手段 當我們每個人社會上人都明白這件事 都唾棄這件事 他們又覺得這件事 已經不再是光彩了 不再是好東西 希望它不再做 我覺得全民都要唾棄這個起底 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現在說起底已經刑事化了 但在未刑事化之前 我相信你和相關不同的長官 或公眾人士 都受到起底各方面的滋擾 其實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 還有你認為在這方面 可否和你分享你當刻的感受 我想是不便當然會有 包括我個人資料都出來了 電話就不停被人打 有些人說髒話 另外就是我家人 包括我太太和我女兒 那些資料都揭露了 譬如在哪裏上班 哪裏做事 亦都是在他們的工作地點 除了很多滋擾行為 這個實情都是 令到我都是有些不開心 當然有些壓力 不過幸好我家人對我支持 反而說 不要因為這些騷擾我們的行為 而是有所影響 因為怎樣呢 正中下懷 他就是希望透過影響你 影響你身邊的人 從而打擊你做得不好的工作 我聽到家人這樣安耐我 我就是放心了 還要更加努力才對得住我家人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我們分別完成了9月的 去年9月的選委會選舉 去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這兩場選舉 亦都標誌香港的新的使命 新的挑戰 我知道其實保安局 以至乎到其他紀律部隊 都是全力配合的 不論是前線的巡邏 也至乎到部署各樣東西 其實你總結看回這兩場選舉 其實保安局在處理統籌工作上 其實有些甚麼心得想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想首先你要在大體上 都叫做幸不欲命 紀律部隊都完成了任務 就是令到這兩場選舉 在一個安全有序 和不受影響的情況下進行 但是我們都明白到 這個風險是一定存在的 雖然這兩次叫做相對的暢順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有些外部勢力 永遠都是想 找機會來影響我們國家安全 還有就是由19年開始 這些危害國家的思想 是被植入了部分人的腦裏 亦都變成了一些所謂叫做本土恐怖主義 包括一些孤狼式的襲擊 好像7月1日 有個孤狼襲擊我們警部人員 另外亦都包括一些 是本土恐怖主義的暴力小組 例如我們拘捕了江城者 他們想用爆炸品 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包括法院 甚至一些地鐵站 進行一些爆炸 從而危害我們市民的生命行為 來宣揚一些想法 這些都是危機存在 因為藉在這些人的心中 所以我們雖然之前兩場選舉 是相對地能夠不受干擾 我們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在未來 包括特首選舉 雖然可能地點沒有那麼多 牽涉到人沒有那麼多 但由於象徵性是很高的 都是存在風險 就是有沒有人利用這些機會 來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 從而打擊我們香港政府或國家 又或者令到香港市民很害怕 我們都不能夠掉以輕鬆 第三場選舉 就是今年三月的特首選舉 亦都是社會各界很關注的焦點 我知道在部署方面 這些都是警隊 視乎保安局的機密情況 不過局長 我相信今次特首選舉 應該那個部署和各方面 去避免一些孤狼式襲擊 或者本土主義的襲擊 或者外部實力的干預 其實我相信都是同樣 都去投一個精密的部署 是不是 局長 是的 我想我們包括在幾方面 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在情報方面 這亦都包括在網上情報 你知道很多人會透過網上 又是叫人從事一些危害香港的行動 這是很重要的情報 第二方面亦都透過我們行動的部署 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地方 會作出一些巡邏 因為孤狼未必很難百分百預防得到 我們在這裡透過一些高風險的地方 進行一些截查 從而對一些可疑的人物 會否在這些制衛構成風險 進行一些行動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最有一樣 就是整體市民的警覺性 如果市民覺得一些可疑的情況 無論是人物 或者一些很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是向我們舉報 從而讓我們可以進一步調查 沒錯 總之就是 香港幸好有保安局 幸好有國紀律部隊 去捍衛市民的安全 和各方面的工作 局長 講時講 你看到19年之後 有一些叫人衝 自己鬆的人流亡在海外 你都發覺到他們在海外的時間 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 去做一些叫做雪三道四 亦都是干預香港的事務 煽動我們一些香港市民 去做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你對於這個做法 你有些甚麼看法 首先我非常看不起現代漢奸 因為這些人 自己走了老去了外地 以為我繼續呼籲別人犯法 我自己也沒有事 安全 從而其實是賀了別人 你看回在我們立法會選舉前 都有人因為轉載了這些 許智峯 叫人家去投票一些違法行為 從而自己是犯法的 對於這些 可以說出賣了一些信任的人 在香港信任的人 自己走了 去到在外國 這些外國的主旨下面 胡交虎威 有人包庇他 因為他還有利用價值 但我覺得這些人 當他的利用價值沒有了之後 就會棄出的 出賣人的人 翌日亦都會被人出賣 所以我很相信這些人 是翌日 我們一定有機會 將他們重新拉回來 不過你這個現代漢奸的說法 我覺得是很鐵切的 也都真心話說 這班人最終都會誠之於法 不過局長 我們講時講 香港是一個全世界 很安全的地方之一 很多人就會看準了這個地方 做了一些叫做不同的干預 特別看到 就是外國五眼聯盟的干預 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以及新西蘭 都經常透過不同的平台 發表一些聲明 去干預香港的事務 都好像早前 就著我們的聯合聲明 他都無理去攻擊 我們立法會的選舉 其實這場選舉 是非常透明 也非常公平公正 你對於這個五眼聯盟 做出這麼多的干預行為 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充分顯現了 這些美西方一些國家 他們的霸權主義 和他們的靈和博弈的思維 他們覺得 如果有些地方 譬如我們國家和平發展 那便會令到我沒有了霸權 那便不行了 於是我就有用盡方法 去危害你 令到你不可以發展 不可以對於我的霸權有威脅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不要得的 但也正正顯示到這些美西方國家 他們的霸權主義 是不會理解到 我們中國人所說的 是我們要和平發展 我們要人類命運共同體 即我們可以共同發展 不會有一個排他性 即是說我是進步 大家都進步 世界整體進步 全部世界人類 都是能得到更加多的幸福 不會說我發展之後就危害到你 我想他們是不會明白我們這些理念 這個理念也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同的干預 都提醒了香港市民 其實都要神思明辨他們說的話 局長 講時講 有另一個想和你分享一下 了解一下你的看法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較早前發表了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民主發展的白皮書 這份白皮書公佈之後 香港社會各界 包括政府同事、官員 以至立法會議員 或各國地區朋友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據我所理解的看法是非常正面 也都覺得這個白皮書 是進一步說明了香港的民主進程 我想作為保安局局長 這本白皮書你一定有看過 你可否跟網民分享一下 你對於這本白皮書 裡面有甚麼我們需要重點留意 我想這個白皮書裡面 它就有清楚說了 我們香港的民主發展 包括在回歸之前 其實香港是沒有民主可言的 回歸了在祖國之後 就開始在我們的憲法 和在基本法的保障底下 我們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是循序漸進去發展我們的民主 包括特別是在我們的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選舉是有廣泛性的參與的 是有一個很大的政治包容性 亦都是選出來的人的代表性是很闊的 我想這個亦都是 大家看到我們可以實踐到一個更好的民主 當然我們亦都看到 在特別黑暴的事件或黑暴之前 一些反對派對於跟他理念不對的人 那種的壓迫 那種的迫協 那種的起底 令到一些人不敢說真話 那如何有民主開言呢 但現在不同了 我們大家都在一個很安穩的環境下 可以搶上六欲言 每人都可以表達自己身上的想法 這亦是對於我們民主的保障更大 我相信在未來在我們的國家的大令下 我們能夠更加好保障一國兩制的行運次元 局長 我有一條輕鬆的問題想問問你 我很留意到其實你每次參與公開活動 以致乎與市民的接觸入面 你都是成為市民的萬人迷 因為很老實 很多市民都跟我說 鄧炳強局長你了 很多時大家都會爭取跟你打卡拍照 我亦都覺得你在這方面 你都很樂意跟市民的互動 這是不是你平時跟市民很強的接觸 市民對你的愛戴和擁護呢 我又沒有特別去想這件事 特別去經營 怎樣令人愛戴一點 我經常覺得我們做事 千萬不要為了榮辱而去做 要為了榮辱 我們做事令人開心 那我就受歡迎 我的選擇未必是對社會最好 是對自己最好 我經常告誡自己 不過可能我自己是基層出身 亦都很喜歡跟社會各界不同的人士接觸 聊聊天 所以可能我跟不同的人都能夠溝通得到 可能溝通起來會比較暢順 局長你過往在關乎到國家主權 或在關乎到國家利益的時候 你都是很硬朗 關乎到香港整體發展的時候 你都是很果斷地表達出你的意見 其實這是不是你過往不斷地做事的方法 還是在過程中 你能夠給予香港市民一個很盡責的局長 這裡你又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不是你的習慣 首先是我個人信念 我留住中國人的血 我是中國人的不爭事實 而我亦都是身為中國人而人以為榮 無論是我們繁榮昌盛也好 就算是面對苦難的時間 我們都是中國人 就是可能面對困難的時間 我還更加要貢獻 可能這個就是至少我們那個認知 就覺得一定要維護國家的利益為先 我想這一點基本上就是我的一個價值觀 另外就是我個人的性格 都某程度上很隨和 但去到一些紅線 我就是不會妥協的 例如是對於法治的尊重 就是犯法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你要用暴力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我對於這些基本人類的原則 我會站得很高 局長另外一個網民有興趣的問題 可能會關心一下關於制裁問題 你也知道在較早前幾年 其實我們香港的官員 都受到一些很不合理的制裁 據我所知 局長都是在制裁名單之內 但你覺得這個制裁對你的影響有多大 或者你覺得這個制裁是否合理 我想制裁對我的影響非常輕微 有些銀行服務受影響 但對於日常生活 就多些用現金 也不是太大的影響 合不合理 我覺得如果有些外國國家 要為了他們的利益 去想做這些東西嚇怕我們 我便告訴你 對不起 你嚇我不到 我要做事就是要做 一直以來 局長都是無畏無懼 去捍衛我們香港市民 最關心的人身安全各樣東西 局長我們談到這裏時間差不多了 我再一次要多謝局長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跟各位網友說一聲 拜拜 再見 拜拜 剛剛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做完訪問 給我深深感覺到 其實局長是一位心懷祖國 亦是一位好的官員服務我們香港市民 另外局長也是一位很貼地的官員 每次落區都成為市民追捧的對象 是一位萬人迷 我們希望局長能夠繼續為我們香港 再創出新一頁 心繫國家服務香港 聯繫地牧瀏